董事長 周主席長 還有我們評審老師們 還有我們最棒的我們所有的公民記者 大家好 非常高興一年一度我們大家庭的聚會 也是檢驗成果的一個時間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來共去一堂 那當然等一下要感謝這個 等於是今年拿到的這個 感謝獎的兩位朋友 那但是從今年的這個入圍名單 我們可以發現其實第一個 我們的報導的公共性也越來越強了 就是大家除了我們身邊的一些人事務之外 也慢慢的關心到很多公共的議題 這個是我們公民新聞網 一個很長足的一個成長的表現 那另外也發現雖然在疫情期間 大家也沒有停歇自己的報導 反而用了更多的技巧 包括線上採訪 甚至是從我們的archive裡面去找一些素材 也突破了過去報導的一個方式 這可能也是疫情之下另外一個收穫 那更重要的是 我們的朋友持續觀察身邊的人事務 然後還有就是我發現 今年很多技術上也有了一個突破 空拍的還蠻多的 那個畫面的呈現 也呈現了更多的細節跟技術的強度 那我覺得這些其實都是慢慢 往專業靠近的一個顯現 所以剛剛邱執行長提出來 未來怎麼跟我們公視新聞 能夠做一些扣合 讓這個資源能夠更豐富新聞報導的觸角 來彌補我們在地方記者一些不足之處 我相信都未來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間 那我們現在就是先來頒我們今天的感謝獎 也是提到的 你看 看 那